一年一度 5月9日 红场胜利日大阅兵 但今年很不同 不仅仅因为这是几十年来最冷的一次阅兵 莫斯科海飘着雪花 更因为俄乌冲突还激战震撼 普京又一次宣誓就职两天之后 这一次红场阅兵 普京还撂下一句狠话 我们知道如此的野心膨胀会导致什么 俄罗斯将近一切努力 防止一场全球冲突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威胁我们 我们的战略部队始终处于战备状态 什么意思 我看美联社的分析就是 随着美俄紧张关系 飙升至冷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普京再次对莫斯科的核力量 发出了鲜明的提醒 文章还特别提到 作为强调 具有核能力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被拉过红场 尽管这一天的莫斯科 依然春寒料巧 天空还飘着小雪 大约9000名俄罗斯士兵 包括约1000名在乌克兰作战的士兵 参加了5月9日的阅兵室 当年二战时的盟友 美国和英国甚至都没有派大使出席 但仍有9个国家领导人出席 他们分别来自白俄罗斯 中亚五国 古巴 老挝 还有几内亚比少 值得一提的在 在演讲中普京还特意表示 我们尊敬所有反希特勒联盟的战士 抵抗运动参与者 地下组织战士 游击队员的勇气 向英勇的中国人民致敬 他们为民族独立而战 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 他同时猛烈批评 有人企图篡改历史真相 复仇主义 嘲弄历史 竭力为今天纳粹分子开脱 这是西方精英不断引爆新的地区冲突 种族或宗教冲突的总政策的一部分 尤其让普京愤怒的一点 不少国家还拆毁了苏军烈士纪念碑 整个二战期间 苏联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 约2700万丧生 其中就包括普京的哥哥 5月9日胜利日 由此成为苏联以及现在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 普京描述胜利日非常激动和凄美 他说每个家庭都在向英雄致敬 看着可爱的面孔 记住他们的亲戚和他们是如何战斗的 第一要理解俄罗斯的悲愤 对外敌侵略的悲愤 对西方背叛的悲愤 尤其是最近20年 北约步步东扩 一些国家甚至拆毁苏军烈士纪念碑 俄罗斯起来没有反应 问题累积的结果 就是乌克兰的悲剧 对这一点 俄罗斯要反思 乌克兰要反思 西方更要反思 第二 今也在凝聚整个俄罗斯 所以每年的胜利与阅兵 不管天气如何 都会隆重举行 普京就是借助这个伟大事件 凝聚所有俄罗斯人 按照普京的说法 他们尊敬所有反法席死者 但我们要记住 决定人类命运的大决战 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勒热夫 斯大林格勒 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周边地区 以及林静明斯克 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地区展开的 而且从摩尔曼斯克到高加索到克里米亚 都爆发了激烈的血腥战斗 用美联社的话讲 斯大林格勒 库尔斯克 和普京的家乡列宁格勒等城市的巨大苦难和牺牲 仍然是俄罗斯战胜 看似压倒性挑战能力的有力象征 第三是西方更要重视普京的警告 尤其是那句话 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 防止一场全球冲突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威胁我们 我们的战略部队始终处于战位状态 我们反对核战争 因为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 但撇开任何原因 也撇开正义非正义 将一个大国尤其是核大国逼到绝境 其实是很危险的 而且越不把对方威胁当作威胁 埋下的是更大的风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警告 核武器就是地球上的达摩克里斯之箭 核毁灭只是一个误解乎误判 这个世界 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和慢憨才是 普京开启了他的又一个六年任期 也就是说普京将会一直统领俄罗斯到2030年 说到这里 大家就应该明白 为什么这两天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炮火 如此猛烈了吧 因为只要有普京在 美国和乌克兰都看不到打赢俄罗斯的希望 普京成了横在他们面前一道无法逾越的山 而如今他们千方百计想打击普京的威望 阻止普京连任的企图彻底失败了 也难怪俄罗斯民众如此支持普京连任 我们看一下 从前苏联解体出来的前苏联国家 跟着美国屁股后面混的 要么是沦为大国国际的炮灰 要么是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属 许多国家经济每况愈下 但是在普京的领导之下 俄罗斯硬是顶住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集体围攻 并且一步步好了起来 2000年开始担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曾经放言 给我20年 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如今虽然俄罗斯的经济还在爬坡 但是如今的俄罗斯成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 都不容小觑的对手 国际影响力已与日俱增 所以美国和北约才会不顾和俄罗斯签署的安全承诺 一步又一步把北约东扩扩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 甚至是不顾俄罗斯强烈反对 执意开启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 把刀再次架到了俄罗斯的脖子上 也把俄罗斯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并最终发起了这场俄乌之战 在发起这场顿巴斯之战的时候 我就说过俄罗斯可以说是赌上了国运 普京也赌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这一战不成功变成人 但是这场战争很显然也超出了普京的预料 并一度暴露出俄军的诸多缺点 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 发起闪电战失败之后 俄乌战争也一度陷入僵局 尤其是在2023年 普京更是经历了一波三折 并且一度陷入危机之中 先是乌克兰战局 不利多的被乌克兰反攻得手 紧接着瓦格纳兵变 又给普京来了背后一刀 再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 利用反对派领导人中毒事件大造波兰 一时间 俄罗斯国内那也是暗流涌动 再加上美国利用其强大的经济优势 以美元做武器 并且要求所有国家都不得和俄罗斯有能源交易 妄图用一场经济战彻底击垮俄罗斯 而一些西方跨国大公司纷纷撤离俄罗斯 一时之间 俄罗斯深陷思念楚歌之中 俄罗斯国内的变动 也让美国等西方国家看到了将普京赶下台的希望 所以才会不遗余力的援助乌克兰 妄图利用乌克兰彻底拖垮俄罗斯 从而将普京给赶下台 但是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始料未及的是 普京顶住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围攻和封锁 最终缓过起来 在乌克兰打出一波漂亮的反击战 并占据了顿巴斯战场上的绝对主动权 也就表明美国等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的打压已经彻底失败了 美国虽然是以美元做武器 先将美俄罗斯一脚踢出美元支付系统 但是俄罗斯却因获得不直接来格以退为经 全面去美元化 如今 当美国对日元韩元大杀四方割韭菜的时候 彻底抛弃美元的俄罗斯卢布 却因获得福 不但不贬值 还增值了 我们看到美国这一次通过美元割全世界的韭菜 但是这一招对俄罗斯却失败了 如今的俄罗斯不但没能被这场俄乌战争拖垮 反而是越打越有钱了 这也让俄罗斯有了更多和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 反观整个北约和欧洲都被这场围棋两年多的俄乌战争搞了个精疲力尽 多个国家为援助乌克兰陷入严重撕裂之中 而如今普京再次当选连任 并且牢牢掌控了俄乌战场上的主动权 这也让西方国家通过变更俄罗斯领导人的方式 来打倒俄罗斯这一招彻底失灵了 随着拜登任期将近 再加上拜登连任无望 而一直和普京没来眼去的特朗普上台之后 美俄关系才有可能会迎来荣兵回暖 但是由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恩怨已经根深蒂固 绝对不是一个特朗普所能化解的 所以无论美国谁上台 俄乌关系都不可能一夜回暖 但是手握战场优势的普京并不着急 因为时间在普京这一边 俄乌战场胜利的天平 也已经开始向俄罗斯倾斜了